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在移民局办公室打指纹的亲身经历 那我们知道呢,有很多在美国向移民局提交的申请 包括办绿卡,包括绿卡的延期换发 包括申请入籍,包括办理回美证 包括转换签证身份等等 理论上说呢,都涉及到要打指纹 实际上呢,不一定都需要 因为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打过一次指纹 移民局有记录,过后呢 他可以再使用你过去的打指纹的记录 就不用再重新去了 但这个事先不能知道 你要提交了申请以后呢 过后由移民局来决定 如果说你不需要打指纹 也会收到一份移民局的相应的通知 告知你这个情况 那最近呢,我是陪同我的岳母去办绿卡延期 他在网上提交了申请以后呢 收到了纸质的说明 要求去移民局的support office 去打指纹 像这样的office呢,数量不多 现在为了政府,比如说控制支出这方面原因 那在大城市附近 比如我们律所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 一般距离还不太远 从我们家里大概开车也要半个小时左右 那在有的地方,比如说地广仁西的州啊 那就离得更远了,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 我曾经有一位客户在阿拉斯加州 他住在Fairbanks 然后要打指纹的地方在Anchorage 然后呢,开车可能要三个小时 就像这样,尤其是冬天,开车就很不方便 那如果说不方便去的时候呢 你可以和移民局联系 可以打电话要求改期 这个是允许的 另外呢,你也可以work in basis 在你方便的时候去 一般是预期的时间以前 或者在其他地点也都可以 以后我们还会讲到 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不要错过 有的时候呢,在网上提交了申请 移民局呢,按理说应该会发给你纸质的邮寄的通知 但也有的时候呢,只有网上的更新信息 提到要这个biometrics appointment 要求你去打指纹 那有的人呢,就没有查看网上的申请状态 就忘记了这个事情 那怎样避免呢 就是你可以建立一个UICS online account 然后定期,如果说你提交了申请 定期呢,登陆进去看一下有什么变化动态 我们有不止一位申请人 他后来遇到问题以后 才第一次联系我们 说我提交了申请 但是我错过了这个打指纹的通知 所以呢,因此造成申请被拒 这比较可惜 有一些申请人呢 我们帮助他提交了这个motion 然后呢,翻盘取得了申请的批准 但是呢,这也增加了工作量 然后也让申请人就多等待了更长时间 尽量的避免不要错过 这个打指纹的appointment 那在去了打指纹的地方以后呢 我的观察,这个一个呢 你如果说是当天按照时间去的呢 那必须按时到 比如说呢,这个有的人要提前 也都是不允许的 那比如说当时我们抵达的时候 大概是9点一刻 有的人说他的appointment是9点半 能不能先去 然后呢,那前台的人呢 没有让他们进去 那还在外面等待 这个是因为呢 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covid没有完全结束 那移民局呢,也有一个人数的控制 那如果你在约定的时间到了 那移民局的工作人员会检查你的证件 比如说你的护照 驾照,驾照,绿卡,以及打指纹的通知 然后呢,相应的登记 有一个大厅里头会等一段时间 然后有的时候呢,会像这个银行等等 它显示着有这个号码 拿着等待 然后呢,也有的时候会有工作人员来叫这个队营的号码 那一次呢,会放进比如说20个左右的人 到这个打指纹的屋子里 在这个屋子里呢,那有一些工作人员有打指纹的机器 我看到呢,现在打指纹的这个流程比以前可能更方便一些 原来有的亚裔的女性呢 指纹很细,不容易采录 现在呢,看起来用现在新的技术啊 这一点更容易一点 另外一般也不见得要10个指头都需要啊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食指,index finger 因人而异,看你具体的申请的类别 总体来说呢,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短的 一些顺利的话,有的时候你等可能10分钟左右 然后呢,操作一两分钟就完成了 完成以后呢,这个打指纹的通知 移民局工作人员会在上面盖个章 作为你完成手续的证据 然后还会退还给你 你可以相应的保留 作为你completed biometric appointment的这个证据 那我询问了在那里工作的前台人员 这个是来自别的城市的 或者说我的预约的时间 有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才到 但是呢,因为家庭原因身体原因 我希望啊,就按照work in basis提前 或者在不同的城市完成打指纹 这样手续行不行 他告诉我说呢,一般是可以的 只要他们有时间中间有空档啊 那他都会允许申请人在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时间来完成 有的时候要稍微等一会儿 但是呢,他都会相应的accommodate来照顾 根据我们别的客户的反馈 也是这样的 有的人从中国到美国只能呆若干天 那怎么办啊 他提交了申请呢 收到达指纹通知以后 可以提前去 不一定要在约定的时间 总体来说呢 这个达指纹的这个手续本身比较简单 但是呢,不要错过 有一定的灵活性 如果需要你也可以打电话 要求推迟 或者呢,我可以提前去 或者在其他地方去 有更多的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律所 谢谢